汽车经过路口左侧突然出现一辆机车 驾驶紧急按喇叭 但这一刻似乎谁也来不及反应 骑士重摔倒地安全帽喷飞 吓坏周遭行人 29岁都行驾驶事后调出行车记录器 回顾三月底下午 发生在新北市新庄这处路口的车祸 当时轿车行驶在主线道 双方碰撞之后 骑士擦错伤 驾驶只有车损 装饰责任鉴定报告出来 骑士占七成 驾驶有三成 而这三成的原因是 行进路口没有减速 他气得回头再看一次 行车记录器上方的时速显示码 反控事故前一刻 时速明明就从四十几降到三十几 事故地点就在这个路口 骑士行驶在直线 本应该先停等再往前 就他一路往前冲 甚至还被驾驶指控 一边骑车一边低头看手机 行驾救机放大再放大 驾驶指控38岁理性骑士 左手拿手机右手扶着油门 这回肇事责任占比高 却在一开始要求赔偿二十万 后来降到十五万元 包含医药费车损费 还有月薪四万 休养三个月 如果不赔就提高 路口没有红绿灯 只有在支线和地面 以及路边设立告示提醒停等再开 驾驶们经过这 速度再放慢一点点或许可以减少事故 也省去后续纠纷 TV的花哨片里接下来信不想不到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开启小铃铛